我們要進到林之間的話題 不過我們先關注一下 裴洛西現在到底人在地方 這個SPA-19 現在有稍微往北一點點 賓哥你覺得他可能是往台北 過來了嗎 沒有 我認為他是往關島 關島 因為他現在在蘇拉威西上空 那以那個航向的話 看起來我個人認為 這上面應該是個空機 因為他本來就是軍方的飛機 上面沒有乘客 已經沒有貴賓了 那他就是回到關島去報到而已 我覺得這應該比較像是 賴教授的評估呢 這個太難了 太難了 這太難了 沒辦法從這行線看 沒有辦法 那楊敏你覺得呢 我也覺得這台應該不是 裴洛西的坐機 從此刻開始 甚至我覺得今天晚上 可能很多人在台灣 都會睡不好 很擔心突發任何的狀況 當然除非他直接飛南海 可能大家就一場好睡 但是有一個人可能鬆了一口氣 因為現在舉國的注意力 都不在他身上 就林志堅 但是有記者問他說 裴洛西來你怎麼看 他居然講得讓大家跌破眼鏡 他說裴洛西來 第一站就是桃園 他要帶桃園看 帶他去看桃園的產業 我的媽啊 連正文章都傻眼 來看一下這一段 裴洛西就是來訪 大家都很關注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非常高興裴洛西議長 用行動來來來訪台灣 我們歡迎也感謝 那裴洛西議長不畏懼 中國的這個威脅和打壓 來到台灣 那這個可以展現出 這個美台關係 堅若磐石 那大家也知道 桃園是這個我們對 這個是門戶第一站 所以裴洛西議長一到台灣 就會來到桃園 而過去桃園呢 也是我們很多產業的一個重鎮 尤其是像Apple啦 或者是Nike啦 特斯拉 它的這個工業的廠商 都在桃園 好 我們這個角度 其實我看過別家的訪問 就是賴教授大探雷可君 不是 這樣子 這樣子是台大研究所畢業的 台大國法所 對 我對台大國法所是 尊敬在三 佩服在三 這個研究所 棒 棒 棒 鼓勵大家政客 都去讀這個研究所 而且有人幫你 不要亂講 有幫你寫的寫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因為其實你從另外一個鏡頭 可以看到這種站 他臉其實垮下來 你在講什麼 他根本沒有要到桃園 他根本不可能說 他的飛機降落在桃園 你就要帶他去看Nike 什麼特斯拉 到底在講什麼 他幾乎是崩潰 還是他太高興 阿嬤來救了他 楊明你怎麼看 你知道我還特別去查了 就是說裴洛西如果來台灣 船出會降落松山機場 最快最快最早的新聞 昨天晚上九點多 台灣的新聞報導就有了 就全世界昨天晚上都知道了 就是說至少台灣 我們台灣媒體 昨天晚上九點多 陸續都有媒體在報導 可能降落在松山機場 怎麼樣 結果 我們的志堅 他的幕僚 還在國門第一站 是桃園 我的天啊 就算他進到 比如說就算他在桃園機場 但頂他會去桃園的產業 順便繞一圈 今天阿嬤要來救他 結果他還自己 自己身上打一拳 有時候我都搞不清楚 小智這個 到底是幕僚沒有做功課 還是說因為 還是小智真的沒得救 這個行程因為很早 早上八點多 會不會還沒睡醒 可能有點恍神 我們就體諒一下 但是我會覺得 這個林志堅 這個論文的事情 你要說這個裴洛西的事情 能夠真的把它拯救嗎 不會 只是一時的 對 這個只是現階段 就是說 可是他今天早上記者會說 這個事情已經所有的解釋都已經劃開了 大家都沒有疑慮了 國民黨不要再打壓我們了 但是我有一個比較吊詭的事 因為我們時間比較有限 他有一個影片現在被挖出來了 當然是有些粉專有把它做相當的變造 但我看到原本的影片也很奇怪 因為他跟蘋果日報的記者說 我這個小朋友都很喜歡我 小朋友看到我都不是叫我市長 都直接叫我林志堅 可是下一幕小朋友看到他市長 市長 市長 就不是林志堅 所以現在有人就哭手 做了一個影片來看一下 新竹的孩子看到我 都會直接叫林志堅 林志堅 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小朋友沒有講韓國語 他會把聲音 小朋友喊的是市長 市長 那另外一個吳子嘉現在也質疑 他說你這個球場12億 你到底怎麼花的 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到現在都還沒有真相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好 聯盟特別解釋 球團是各自自己運作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耀週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謝謝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